我希望我是一个能够接受理性逻辑的人 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导正自己偏差的观念 要自我解剖其实是蛮痛苦的 一个人要是没有自我 他其实很难成为一个人 所以坚持自我是一定要的 但是愿意听劝就是一个成长的力量 我希望我是一个能够接受理性逻辑的人 那我自己本身喜欢观察社会现象 也喜欢阅读 也喜欢参与社团 我喜欢跟人之间的接触 所以我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导正自己偏差的观念 我也希望说在这个群体里面 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我必须要有自我的见解 当然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在医学院的五年级 我当了班长 那我就开始发现到 其实以前我们都是安德在学校的一些环境里面 可是当了班长之后 全班的这个成绩就在自己的手上 那也让我认识了领导力 所以在这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这个训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